男人徒手穿越卡特乌巴杀人洞 竟然还带着自己的老婆一同探险 只为看一看洞穴深处的钟乳石花 洞穴探险致死率超高 一旦出现意外 小两口就直接消失 而卡特乌巴杀人洞 曾有一对情侣 因双方家长反对彼此交往而殉情在此 而后更是吸引了更多冒死的探险者前来一探究竟 在洞口卧布帕斯让老婆为他打卡留念 然后正式开始探险 他们首先要穿越大肠穴 此处因狭窄且褶皱遍布 像极了人类拉屎的大肠而得名 全程接近一公里 难度是入门级别的 从洞布帕斯大喘气的情况来看 大肠穴果然名副其实 每一寸的褶皱都像刮刀一样摩擦着他的皮肤 而洞布帕斯的策略则是自己在前面开路 老婆紧跟其后 这样的组 非保证彼此在遇到洞穴的突然塌房 可以互相救助 如此艰难的攀爬 对你来讲是极其痛苦的 但对于沃布帕斯来说这就是享受 经过一番艰难的爬行 他们通过了大肠穴 而此段则是整个卡特乌巴杀人洞最长的部分 平均缝隙仅有十公分 被探险者称为咽喉洞 整个形状成一个不规则的管状 四周极为湿滑和粘腻 每一步都是极为艰难 这个部分的穿行 你但凡是个胖蹲 就直接卡死在里面 而等你的就只有死亡的降临 而接下来就是沃布帕斯的老婆劳兹帕亚 她的整个洞穴探险爬行过于残忍和痛苦 但她也是极为坚强地爬了过去 此刻他们已经爬行了近三个小时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穿过这个悠长的洞穴 就可以看到漂亮的钟乳石花 这就是小夫妻俩要来看的钟乳石花 不知道你觉得好看吗 如此冒险的钻洞来这里看这些 不得不说外国人真是够闲的 而后他们再次拍照打卡 逗留欣赏了半个小时才开始返回 可是意外发生了 地面突然暴雨来袭 道冠进入洞穴 他们必须尽快撤离 可对于第一次来卡特乌巴杀人洞的小夫妻来讲 这无疑是致命的 他们此刻凶多吉少 而关于卡特乌巴杀人洞 最恐怖的传说 当属戴维斯瑟 他是一名洞穴探险狂热者 1958年 探险卡特乌巴杀人洞时 绳子突然断裂 整个人倒在葱室地掉入洞内毙面 当地人都说他触犯了山神 山神洞禄要了他的命 而人们总是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 莫布帕斯夫妻的本次洞穴探险 就极为奇怪 突降大理 或许下一位牺牲者出现的日子也不容易